加息之后的房地产走向是大家所关注的 大家好,我是萨姆林,是REMAX Accord房地产经济 首先让我们回顾4月份东湾地区8个主要城市的市场状态 中间价位环比略有增加 库存量继续增长,价格持续上涨 下面让我们看一下8个城市的具体信息 下面我们来看Pleasanton 4月份中间价位2015000 同比上升24.2% 房屋销售51套 同比减少45.7% W 4月份中间价位1776000 同比上升27.8% 4月份房屋销售40套 同比减少20% Livermore Livermore 4月份中间价位135万 同比上升22.7% 同比上升22.7% Livermore Livermore 3月份中间价位2075000 Livermore 同比上升22.7% Livermore 4月份中间价位185万 同比上升22.7% 同比上升23.7%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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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ivermore 房屋销售38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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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同比减少33.3% 通过以上数据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已经开始进行调整 我们将及时更新市场信息 有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 请为我们点赞 关注和转发 谢谢大家